校园消息来看到 壮为新南国小连续获得教育部阅读 磐石学校以及品德教育特色学校的两项大奖 为了丰富师生的美感经验 还有阅读感受 也特别邀请到插画家徐建国现身说法 分享创作经验 激励孩子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插画家徐建国就能快速完成 一幅可爱生动的插画 让师生惊艳 许建国老师亲自来指导孩子 从色彩的启发 从一个图像的一个创发来做一个互动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对于孩子一个美学的欣赏 美感的一个学习都是很棒的 那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 孩子非常投入在跟老师的一个互动教学当中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棒 新南国小邀请创作数十本书的插画家徐建国 来到学校与小朋友亲切互动 现身说法分享他热情旺盛的创作经验 而学生在这之前也模拟化出徐建国的插画 并自由创作加上颜色 从中激发美学及色彩的运用 也激励孩子用心学习乐在阅读 我们新南国小推动阅读 可以说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这次能够获得教育部的阅读盆石奖 这样的一个殊荣 除了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二十万的奖金也给我们师生有很多的一个用途 那因为长久以来 我们的孩子对于所谓的文学赏息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敏锐跟熟悉的 反倒是对于一个美学 特别是美感的一个启发 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很希望能够提升的 所以呢 我们这次就特别邀请 孩子很喜欢的学建国插画家 来到我们学校 那在他来之前呢 我们每一个年级 就已经针对他的插画 做模拟或者是改写 众委新兰国小连续获得教育部阅读盘石学校 以及品德教育特色学校两项大奖 分别有二十万以及十万元的补助 结合阅读及品德的核心价值 丰富师生美感经验以及阅读感受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